第一個 以您的經驗 你如何去化解 現在藍白河變藍白拖的僵局 今天馬英九前總統 他也待不住了 他請蕭旭誠在上節目的時候 拋出用全民調來解決這個死結 那您的意見跟看法是如何 針對藍白河 因為還剩一兩個禮拜了 其實真正正正就剩一個禮拜 後面還要拍照啊 如果真的合的話您的方法是 簡單一句話來講 就是不管怎麼合 都要有一個共同的主張 到目前為止 很顯然他們對於 共同的政見主張理念 好像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 但是更重要的 不能夠各說各話 不能夠各有私心 講的如果太太太兇了一點 不能夠各懷鬼胎 各有盤算 是不是 嚴格講起來 不是只有曾大衛 是到底有沒有一個像樣的團隊 讓人民放心 和他們的政見和做法 能不能讓人民覺得未來有希望 這幾位候選人 都直接堅決地來找過我 我到現在為止很明確地說 本人現在還不願意表態 為什麼 我看不出來 這幾位 哪一位能夠讓大家覺得 你將來會有一個像樣的團隊 您贊不贊成用全民調的方法 來解決藍白河的問題 這不是我可以做決定的 我被你將軍了 你贊不贊成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雖然你不能做決定 但是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您贊不贊成用全民調 民調如果是真的OK 但是台灣的紀錄不好 你的本身經驗不好 還有一個 現在四位檯面上的 可能的總統參選人裡面 具不具備 擔任國家元首的條件 有待加強 是 我問四個 你都覺得有待加強 好 我再單獨問 您所出身的國民黨 目前提名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您覺得他條件性強不強 他這個人很正派 但是我必須說 有很多的經驗還需要加強